翻江倒海 让猴子在后面进攻 但是他们的弓箭手很烦 他们的四个弓箭手有点难弄啊 Yo各位亲爱的小伴大家好我是小飞向 那么今天继续来玩全面战战模拟戏 那么这款游戏最近呢 开放了创意工坊 然后我们今天玩的呢就是 玩家自行创造的地图 以及关卡来让我们挑战 那么一上来我们只有2000块 对面散落着一些奇怪的士兵 这个阵型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我们只有2000块钱 我们怎么打呢 我最喜欢的这个弓箭 阵容只能这么放吗 来吧 拜拜不送 完了 我们的弓箭的数量好像 抵挡不住他们冲过来的感觉 哎呦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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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飞走快点飞走快点飞走 哎呦完了完了 看起来第一关并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调整一下啊 这次的话我们放两个弓箭手在左边 然后这边的话放两三个杀三在前面 这次再放一个弓箭手在这边 那么忍者也来一个 还差一点士兵的话 我们用什么东西呢 放一个这个好吧 再有70块钱 70块钱来一个锤头人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看这个阵容的话 很奇怪啊 这个阵容 这阵容虽然很奇怪 但是未必不能闯过这一关 呃我们玩的呢 也是比人气比较高的地图啊 看一下这关到底有什么难度 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难度的 好像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们 现在打的难舍难分 根本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谁能获胜 但是我们的人者活了下来 然后我们的攻击手 OK OK 那么这关我们就算顺利通过了 然后创意攻防的地图 我们开始这边 可以在这边随意切换啊 好的 那么这次我们换了一张地图啊 也是一个玩家制作的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 上来就有个魔码箱 但是我们取消不了 看到没有 呃 这边的话有个国王 还有两个加血的士兵 呃 这是一个国王护卫队 还有居然还有一个弹琵琶的 呃 那么我们怎么搞呢 这边两个放两个混凉光波 然后放两个乌鸦来打一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需要一个 国王在的啊 一个猴子在的 来试下这个阵容 试下这个 哎呦 感觉不太行的样子 呃 乌鸦 乌鸦 看乌鸦攻击了 看乌鸦攻击了 国王好像活着 我们的猴子呢 我们的猴子没了 瞬间消失 瞬间融化 结束了 这个也太快了吧 这个也太快了吧 宙斯宙斯 宙斯 我们也放国王吧 国王 国王 冲吧 两个国王 不是 啊 冲啊 好 宙斯和国王还活着 这次感觉 稍微强了一点 能活着久一点 国王倒下了吗 国王并没有倒下 哎呦 他们在拿石头 石头 诶 试子皇胜利了 我们两个国王都活着 看起来 这关也比较顺利的通过了 说明 这些玩家制造的 呃 一些地图 其实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因为他给我们金钱的限制 他并不是给我们无限的金币 这次 但是 我们运气非常好 不管了 好 这次我们再换一张地图 体验一下这个创意工坊的威力啊 这次选一个这个吧 我看到一个ice 难道是在个冰面上 是的 四千三百块钱 不是特别简单 有天使 还有弓箭手 呃 放一个国王 我觉得宙斯还是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放一个宙斯在 后面 嗯 放在这里 还有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 我们放一点 烟花 叮叮叮叮叮 冲啊 宙斯 哦 国王加猛马相 OK 哎哎 有人 居然偷袭我们的宙斯 哎哎哎 我们的宙斯 哦 我直接 让这个天使飞了起来 炸 哦哎呦 宙斯打不动这个维护人 完了 那边的战狂怎么样 那边的战狂也倒下了 我们的国王也倒下了 啊 第三个终于遇到的一些危机啊 嗯 猴子 猴子 我们两个猴子呢 再加上一个杀三 去吧 翻江倒海 哎哎 让猴子在后面进攻 但是他们的弓箭手很烦 他们的四个弓箭手 有点 有点难弄啊 猴子大战这个能不能活下来 其实我能控制猴子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应该可以 结束了 又结束了 那这关是有多难 哦 我们忘了 我们都会隐藏兵种 放一个 忍者大师怎么样 飞飞大师 还有一个一千三百块钱 这个是什么 剑斗士 来来来来 打打看 去吧 忍者大师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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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但是他还在飞飞飞我们的血 啊死了 哇 那这次我们放我们的剑斗大师 加上 诸葛联弩怎么样 四个诸葛联弩也是最新的兵种啊 诸葛联弩好像威力还可以啊 这个剑斗大师活下的血挺多 那么只要让我们马上冲到后面 哎你们都死了吗 人家活着吧对吧 好最后还活着 好的猛马像也活着 然后我们的剑斗师还活着 OK直取黄龙 OK非常顺利 第三关这个玩家的制作关卡 终于让我感觉到了一点难度 来我还有这么多血 来谁还活着来 谁还活着 哎赢了啊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全面战争莫名其呢 就玩到这里 给各位小班体验了三个玩家 自己制作的关卡还是有点难度的 那么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在视频下方评论 那么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个系列的 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